再回到小程序 打开创作这个页面 前面我们在这个页面上新发布了一个内容 成功以后 在这个创作页面上仍然会显示填写的那些内容 我想在发布成功以后 去清空这个页面的显示 回到我们的项目 这里发布成功以后呢 我重新设置了页面上的Entity这个数据 把它设置成了一个空白的对象 再打开这个页面的视图 在这个标题字段的上面 我们可以去给它绑定一个值 添加一个value属性 对应的值呢就是Entity下面的title 内容发布成功以后 这个Entity里面的title里面的内容就会不见了 所以在这个标题文文框上面显示的内容 也会被清除掉 因为现在它跟Entity里面的title这个数据 是绑定到一块了 然后在这个正文的文文区域的上面 也给它添加一个value属性 绑定一个Entity的content 再找到这个switch组件 在它的上面我们添加一个checked 它的值如果是true的话 就表示一个勾选的状态 这个值我们要根据一个表达式 动态地去设置一下 比较一下Entity的status 看一下它是不是等于publish 如果是的话 这个switch就是被勾选的状态 如果不是就是未勾选的状态 再回到模拟器 我们可以去发布一个新的内容 输入标题 正文 勾选一下发布 再按一下这个发布按钮 现在发布内容成功以后 会清空这个一面正在显示的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布